社會真的應該高度關注的 遠比這些政治話題要重要的 那麼就是在上個禮拜 施敏德先生提出來說 要檢視整個總統參選人的性傾向 那麼遭到社會嚴厲的批判 但是如果說讓中小學 那麼及早能夠了解跟認識 正確的一些的性向的關係等等 那麼很多的家長跟老師 反而是嚴重的認為不可 那麼當然有很多的理由 可是我們稍後歡迎觀眾朋友 針對這類歡迎您的加入 我們今天就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先開始 不過各位介紹我們在現場 有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理事長 卓根宇先生歡迎到現場來 好 您卓根宇先生好 還有同志協會的常務理事 柯非先生歡迎來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另外也有這個臺北市教師協會的副理事長 楊一鋒先生歡迎 還有鳳欣小姐 還有就是我們接下來也先讓觀眾朋友來觀察 這個目前的整個的狀況 為什麼這個到你們認為說 是不是應該這個進入學校 那麼但是家長跟老師反而認為說 有很大的一些的顧慮 同志教育是應該要進入校園 在2004年的時候台灣就有一個性別平等教育法 然後在校園裡面正式實施 他在性別平等教育法裡面的第二章跟第三章 就有特別去提到 要保障校園裡面的各個不同的性潛項跟性別特質的教職員工生 所以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學生 他只要是娘娘腔 娘娘婆 或者是他是出櫃的同志或者是沒有出櫃的同志 或雙性戀跨性別 他其實都要在被保障的受教權跟工作權的狀況之下 來接受教育 那我想這其實依法有據的 但是老師們的這個說法顯然有他的另外一層的這種顧慮 我們照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那麼如果要讓我們的孩子們 從小學到這個國中 是不是能夠開始有一個正確的 對這個同志各方面有一個正確的觀點 那麼這個有一些基本的知識教育的一些的原則能夠引進 老師有什麼立場 關鍵在這個教材手冊 我今天在那個書畫的時候也跟幾位朋友分享 其實我今天一直在協助家長們跟老師們重新認識這件事情 剛才那個理事長說的沒有錯 其實在現在的課程綱要裡面就有規定 就是說我們原則上來講是應該交同志議題的 那但是交同志議題的主要目的 他不是為了讓大家去變成同志或者不變成同志 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尊重 尊重多元 了解 對 就是了解 那在這個課綱的規定裡面 他第三階段開始交 第三階段是小五小六 第四階段是國中 所以包含現在其實我覺得有些網路上的議題 已經越扯越多了 包含說譬如說小一要不要交 小一是不交的 我先明白這樣澄清 所以很多老師答應問我也明白跟他講說 沒有這樣的問題 好 那就是說那個是不交的 但是因為其實確實有些人不了解課程 然後會有很多的說法 那再來就是本身這個東西裡面 確實在編的過程中 我應該這樣講 我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編這個教材的人 我問過教育部 教育部特別提醒說 這個不是教材 這個叫做教師資源手冊 雖然是給老師看的 不是拿來教學生的 但這就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台灣 不管各種議題要拿來教孩子的時候 就會找那個領域的專家來編出一套東西來 那這個我看的基本上都是性別專家編的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裡面沒有課程專家 所以問題來了 我們以為只要找了那個領域的專家 Maybe不一定是同志 Maybe是環保 我找了環保專家來 編了一大堆東西以後 老師就懂得怎麼交給小朋友了 但是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於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我看了這個 我怎麼會教 於是出了一個問題 譬如說在這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正視青少年的性經驗 政治人物對性傾向 該不該公開這個議題 那很多人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都會說我們尊重同志 我們絕對需要有同志人權 可是這個假開明的背後 其實你揭開來 到底性這個議題可不可以談 我想不只是在性的政治上 性的議題上 政治人物的性議題 性立場都沒有公開出櫃過 那我們整個社會表面上說是開明的 表面上說是支持的 但是提到的性其實就變成是封閉的 那我覺得可以問一個問題 國中生該不該教性教育嗎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而已 如果國中生 國小 我們認為他可以 應該要教性教育的時候 那為什麼這個同志的議題 不應該是跟異性戀同性戀 擺在一起 要是說那個教材沒有很明確的 那他不是教材 他是一個參考的資源 對啊 他並不是教老師 一定要完全照在那上面 那不是教材 教育部就不是一個成功的資源 我必須這樣講 不過我覺得在教育實務現場裡面 譬如說我在學校裡面 博物資三年 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老師 他會覺得說 沒有一個具體的教材讓他參考 那雖然他是一個參考 我覺得他其實還是要很清楚的 第一個擺放進去 就是說我們從小到大 大家都跟自己的身體在生活 在相處 但是教育現場裡面不談身體的教育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剛剛理事長提到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我覺得教材裡面 其實最近在網路上 或者是有很多的家長他會擔心 也是因為他看到片面的教材 片面的例子 譬如說這個例子他可能是在談性行為 但是那個性行為 其實有一個前因後果的脈絡 那這個脈絡其實沒有談清楚的時候 很多家長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教我的孩子 這個時候就要開始做愛 然後或者是就要開始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恐慌 但是我覺得這個恐慌的背後 其實是因為整個脈絡不清楚 那我覺得如果去檢視那整個課程當中 其實我倒覺得裡面有很多課程的專家 有食物工作者 也有性別教育的研究者 那我覺得這過程裡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對話 當然我覺得一個教材 是不是一個完美的教材 我覺得他還是需要 不斷的在食物操作當中 去看到一個比較可以修正的地方 那我覺得其實一般家長會擔心 或者是會焦慮 其實也在於說 其實他得到片面的資訊 譬如說他可能看到一個 同志遊行的照片 那這個同志遊行的照片 大家知道在遊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有標語 那這個標語可能是一個創意 可能是一個slogan 一個口號 那是一個整體 對 他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鼓勵我的孩子 成為一個性氾濫者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誤解 那更何況這個社會對於性 或者是我覺得都過分的 性道德的去解讀它 然後甚至有一個污名 那我覺得這其實還是 在校園裡面 為什麼要推同志教育 我覺得其實同志教育能夠落實 其實是保障每一個孩子 包括異性戀的學生 同性戀的學生 跨性別的學生 甚至是雙性戀的學生 他都可以很自在的做他自己 真正的認識自我 對 目前在我們這個社會上 針對說是不是國中小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教材進入 包括對同志的教育 那麼引起社會 非常大的一些的紛爭 尤其是將近目前有 七千多位家長的連署 那麼其中有 珍愛聯盟發言人 齊先生 也是這個六千人之一 七千人之一 七千你好 嗨 你好 大家好 是 您代表的這個 珍愛聯盟為什麼認為說 這個目前這個教材不宜進入中小學 我們認為目前我們看到的教材的內容 就像前面那位講的 就是說可能看到片面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認為同志教育 基本上已經把同志運動的 所有的東西放進去了 而不是單單談同性戀問題 基本上我們是非常尊重 也包容同性戀 他的個別的這個這個興趣向 但是同志就不一樣 同志講的是包括各式各樣 事事集中的性情向都在內 所以同志運動的整個 他對於性解放或者性觀念的 整個的訊息 整個的意識心態 已經是在這個教材當中了 所以我們反對 第一個小學國中來講 雖然我們要給他們正確的性教育 但是我們的性教育在這個時候 國小國中生 他們還沒有那種分辨能力 而且在他們的發育過程裡 還有他們對事情 對感情的認知過程還不清楚 我們要教他的是什麼 尊重當然是要 這個我們非常贊成 但是尊重意義 尊重跟我們不一樣的興趣向 但是你不能告訴他說 如果你覺得是 那你就是了 這種觀念是錯的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 因為他還在國中國小 所以你認為孩子們的心智 沒有成熟的前提之下 不能夠把這個同性戀 跟這個整個的同志的運動 混合在一起 對 而且我剛剛講 對不起我們在現場 柯貝先生要白眼 我想我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回到一些例子或回到事實上來看 就好像剛剛在講到 難道我們交認識同志就會讓孩子鼓勵成同性戀嗎 我想在這個反對教育的連署裡面 我們聽到這個論調一直被提出來 那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那所有的同性戀都是在異性戀的父母 異性戀的兄弟姐妹 異性戀的班級 異性戀的導師 教導之下成長 為什麼他還是變成同性戀 所以交認識同志並不會把孩子交成同性戀 我想這是一個 第一個必須要曾經被扭曲的一個觀點 第二個在我們過去發生的例子裡面 性別平等教育法後來會通過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 那今天是4月 那剛好是這一個在11年前 2000年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有一個屏東高速國中 國二的學生 他因為性別氣質特別的娘特別的溫柔 所以他在學校被欺負 他被人家在上廁所的時候被抓出來脫褲子 他常常被人家欺負被嘲笑 也因為這樣他不能夠在正常的下課時間上廁所 於是他只能跟老師取得默契 在下課前10分鐘 大家都還在教室的時候 他自己去上廁所 那這個11年前發生了什麼事 他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流著血倒破在廁所裡面 這樣一個例子後來 在這個書裡面有清楚的寫整個過程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其實認識同志是塑造一個環境 那我們常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去講說 為什麼一個孩子他在國中的時候 要被人家因為性別氣質而被嘲笑 而被嘲諷 我常常在想到不是只有被欺負 被害死的這個葉勇智學生 還有更多當時不了解 而去推他的 脫他褲子的這些孩子 他這11年來 他怎麼樣的煎熬 我們教認識同志教育 其實教的是尊重差異 讓這些孩子不會在無心當中 去犯下這樣一個煎熬的錯誤 你們先瞭解在目前